大家好,我是百香果斌 大家好,我是百香果斌的徐昕 我今天要讲的是茉莉的志愿 有一天妈妈要带着茉莉去上学的途中 发生了一场装成茉莉花花大骨 妈妈一边安慰着茉莉 还有不知道的陌生人帮她打电话 警察叔叔到了一直安慰着茉莉 茉莉从来没有跟过警察叔叔那么亲切 老师在学校教教小朋友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更不要偷东西,破坏东西,不要穿红灯 警察叔叔身上的东西是有制服 还有警察帽子警察车或是警察摩托车 警察叔叔身上的专备是有扫子指挥交通 第二个手棍手架是来保护日记 和别人,第三个手铐是来抓坏人用的 第四个对讲机是来联络同事的 警察叔叔会指挥交通 警察叔叔会站在路中间指挥交通 警察叔叔指出了指挥交通 也会断坏人 警察叔叔如果没事 警察叔叔会站在地面上巡逻 警察叔叔告诉莫莉 不要带我 有什么事情可以来警察叔叔这里 警察叔叔都很乐意帮你 或是开或是打110过来的警察 这里我也很乐意帮助你 莫莉以后也要当一个强壮的警察 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话